这块板子上写着 你夺走我的土地摧毁了我的家园 杀死了我无辜的妈妈和姐姐 把我们关进开放的监狱 想饿死我们所有人 但我却成了恐怖分子 原因就是我们还了手 这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无声的抗议 而巴以冲突的根源 是1880年犹太人做的决定 和英国人的推波助澜 当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在的土地 还在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这里生活着基督教 穆斯林和少数的犹太人 他们相处的还算融洽 但此时的欧洲 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酝酿 犹太人觉得他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 对 犹太人原本是有国家的一群人 他们在公元前100年建立了以色列国 但在公元70年 又被罗马大军赶出了巴勒斯坦地区 于是回到故乡 就成了他们的最高追求 从1887年开始 犹太人逐渐往巴勒斯坦移民 而随后发生的一战 成了巴以冲突持续100年的第一个因素 其中 罪魁祸首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写的一封信 为了瓦解奥斯曼帝国 英国政客承诺阿拉伯人 如果他们起身反抗奥斯曼帝国 战争胜利后就能够独立 阿拉伯人一听 骑着骆驼玩了命的冲锋 但他们不知道 自己只是英国人的一颗棋子 英国人不仅给了阿拉伯人承诺 还给了犹太人承诺 起因是因为当时的英国首相乔治 是一位基督教狂热分子 他坚信把犹太人聚集在巴勒斯坦 就能让耶稣重返地球 英国人利用阿拉伯人 瓦解了奥斯曼帝国 又在阿拉伯人没有利用价值后 二话不说就抛弃了他们 兄弟跟你心连心 你跟兄弟玩脑筋 英国的举动 伤透了阿拉伯人的心 1917年12月 英国人占领巴勒斯坦 外交大臣阿斯贝尔弗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承诺给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设家园 这与他之前给阿拉伯人的承诺背道而驰 而且此时的巴勒斯坦 90%都是阿拉伯人 他们会同意犹太人来定居吗 无所谓 阿拉伯人的意见根本不重要 在英国人眼里 这群牧民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到了1948年 犹太人口占30% 土地面积占6% 也是在这一年 犹太富国主义领导大卫本古里安 宣布以色列独立 本古里安宣布的第二天 叙利亚 伊拉克 约旦 黎巴嫩 以及埃及五国的军队 开进了巴勒斯坦 但打到最后 埃及的军队被以色列包围在一个农村 最后双方谈判了一个月 埃及才把士兵保出来 1949年 黎巴嫩 约旦 叙利亚 相继和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 大获全胜的以色列 控制了巴勒斯坦70%的土地 巴勒斯坦人 只剩下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 直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 才彻底激化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矛盾 这里必须要提一个重要的国家 那就是埃及 后面的十几年 埃及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先进的武器 看着日益壮大的邻居 以色列的安全感降到了历史冰点 1967年6月5日早晨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阳下令 200架以色列飞机升空 突袭埃及的机场 为了躲避埃及的雷达 他们先向北飞 然后掉头向南飞 打了埃及一个措手不及 从早上7点45分到中午 以色列的空军摧毁了埃及18个机场 这相当于埃及80%的空中力量 300多架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 就变成了一堆废艇 随后 他们又摧毁了约旦 伊拉克 叙利亚的机场 阿拉伯人的空中力量 就这样被全部瓦解 第三天 以色列攻破约旦防线 拿下了耶路撒冷和约旦西安 联合国虽然要求以色列停止行动 但独眼将军摩西达阳 都不会正眼瞧联合国 成货败 以色列只有这一次机会 第五天 以色列占领了军事高地 格兰高地 并在第六天完成了所有进攻目标 此时 以色列想起了联合国 停止了进攻 六天时间 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 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安 以及东耶路撒冷和格兰高地 阿拉伯世界 数得一败土地 1978年 在美国的斡旋下 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戴卫银协议 以色列把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 巴勒斯坦人觉得和平不会到来 他们开始起义 冲突持续了五年 五年里 一千名以色列人 和三千两百名巴勒斯坦人丧射 随后 以色列建起高墙 把解决问题改成了管理问题 盘查 询问 设抢 2005年 以色列从加沙撤军 哈马斯控制了加沙 但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严格封锁 让加沙失业率达到40% 冲突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尽管以色列曾经的故乡是这里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把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的巴勒斯坦人 用排挤的方式赶出去 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而且为了达到目的 逮捕巴勒斯坦青年和儿童 并将扔过石头的孩子送上国际法庭 以色列的这个举动 虽然不暴力 但却有点卑鄙 201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指控以色列犯下了反人类罪 而反对的声音不仅出现在外部 以色列内部也并不安宁 克罗斯是一名极端正统的犹太人 他不用工作 依靠政府发放的补贴生活 但他却从不认可以色列这个国家 而世俗的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好吃懒做 多元化的矛盾 笼罩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这场百年冲突 该如何破绝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